Uber因为它的便利和实用性广受民众喜爱 也有很多人以开Uber为副业赚取额外收入 林大卫保险智库今天就为您讲解一下 作为Uber司机您需要注意的事情 Uber Driver在加州非常普遍 许多华人都开始加入这个行业 有在校的学生 也有正常工作的男性女性的成人 常常会利用周末来赚取一些外快补贴家用 而且升级非常容易 只要有一些普通英文绘画的话 就可以入行了 我们谈到Uber 其实完全是一种商业用途的行为 像计程车一样 所以几年前刚开始在加州登陆的时候 所有的汽车保险公司都不敢去提供保险 因为风险太大 每一天24小时 你看看要在不定的时间 不定的地点去接住不同的客人 但是由于近年来 Uber在全国普遍性提高了 在加州就有十几万人以上的车车加入这个行业 所以许多大型的汽车保险公司 不愿意失去这个市场 比如说Mercury Insurance Company 他们这些公司都愿意接受Uber Driver的承保 只要提前告诉你的私人汽车保险公司 我这个车子呢 有的时候会接送客户参加了Uber了 会增加一些多余的保费 就可以承保了 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 私人汽车的保险公司会根据情况来判定责任 比如说在等待客户的时候 在这边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只要没有客人坐上来 如果万一发生车祸 私人汽车保险公司会给予所有的保障 并且承担所有的理赔 可是一旦司机接受客户要求了以后 那么私人汽车保险会自动的消失了 而所有的风险呢 也会自动转换成Uber公司 所提供的商业保险来理赔 我们最近有一位客人 就是他将自己的车辆作为Uber车辆来使用 而且也付了额外的保费 结果在2018年6月的时候发生一个车祸 最后呢 私人汽车保险公司还是拒绝了理赔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司机呢 已经接触了客人在电脑上已经接受了 虽然客人并没有坐在这个车上 但是被客人雇佣以后 去接客人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保险公司回头看这个行驶记录的显示 可以准确的判断出事的时候 当时是属于私人用途的 还是商业用途 所以最后决定呢 理赔结果呢 还是由Uber这个商业保险来承担 所有的理赔了 因为加州对Uber Driver的汽车保险 仍然是处于陌生的观察期 所以我在这里呢 特别要提醒我们华人 如果你一旦加入Uber这个行列 不论是全职或者是part-time 一定要先联络你的汽车保险经济 确保自己的保单 加上所谓的叫Uber Driver Endorsement 这个保障 已经弄清楚了以后 才开始再课